相信国内的疫情 我国在今天呢 这个本土确诊数又回升到了4.5万例 比起上周二是增加了2.5% 指挥中心分析 疫情仍然处在高原期 而指挥官王必胜在接受周刊专访的时候也透露了 如果接下来疫情稳定低度流行的话 口罩禁令最快会在11月分阶段松绑 不过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亦军则回应 会看疫情走向做检讨 无法确定是否是在11月来实施 而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 有部分的民众从来都没有确诊过 医师黄利明就指出 这可能是因为基因中病毒受体较少 导致病毒无法繁殖造成感染 而这样的天选之人 根据国际研讨的研究统计 只占全人口的3% 本土确诊数出现反弹 27号回升到4.5万例 较上周同期增加了2.5% 这波B1.5疫情仍处在高原期 那这样看起来到10月10号到10月中的时候呢 这一波的疫情大概就走到一个相当低的阶段 而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有部分民众从未确诊过 难道真的有天选之人吗 因为免疫力特别强 才不会被新冠病毒感染吗 黄利明医师指出天选之人确实存在 部分还真的是先天决定 因为基因中病毒受体较少 没有足够的蛋白质供应 让病毒无法繁殖造成感染 但这样的人相当稀少 只占全人口3% 而另外一类族群则是后天感染过其他冠状病毒 已经建立起免疫力 只要这两个病毒有相似的地方 就可能有一些免疫力是共享的 尤其在T细胞那一边 而现在各界也相当关注口罩禁令何时解除 指负中心表示无法确定是否就在11月施行 不过有消息传出会分阶段综绑 第一阶段除了特定场所之外 外出就不需要全程戴口罩 在下一步更只会建议在哪些地方要戴 不会再强制执行 疫情能够稳定到一个程度之后 那达到社区低度流行的程度稳定 那我们才会开始去实施这些相关的这个措施 公共交通运输 或者是这个餐厅用餐的地 如果在11月还是先维持口罩 那等到这个过了冬天以后 至于确诊者跟同住家人 隔离检疫的规定和天数何时能放宽 也得看疫情发展 目前没有实施的时间表 这种报道